谢谢谢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袁俊杰 很高兴 咋回事 这个嘉宾上来都不给个正脸呢 能不能往上提点啊 导演 来来来 提一下 你弄一下 说话人赶紧帮我调一调啊 哎哎 再往上点 哎啊 好啊 哎 这个这个比较帅啊 谢谢哈 你们这个节目的策划人 确实不太会策划 再来一遍 大家好 我是袁俊杰 哎呀 好想上这个节目 这个的确了 这个 第三季了 终于上成了 一个个说呗 先 增益可啊 当年一出道 就引发了很大的增益 最火的时候 这高晓松都是他粉丝啊 是不是 那时候我对自己就很疑惑 就高晓松喜欢他的歌 我却不喜欢 是不是我的审美出了问题 后来我就强迫自己听他的歌 听了一个月 于是我的审美就出了问题 我不仅喜欢增益可的歌 我还觉得高晓松的脸长得很帅 哈哈哈 哈哈哈 科姐老师哈 世界围棋第一人啊 这个特别好强 之前大家都知道跟那个阿尔法狗打比赛 吓不过别人吗 就垂胸顿足 失声痛哭 哈哈哈 就这个样子对吧 整整哭了20分钟 那眼泪哗哗的 这流的啊 这个 科老师 别人不懂你 我懂你 好不好 这叫什么 有勇有谋 吓不过人家 咱就让人家短路 对不对 其实今天是运动员战场 对不对 我一直觉得运动员很不容易 尤其是女运动员 我特别佩服 因为知道女生都爱美 是吧 但是呢运动员在比赛时候 被那些记者抓拍下来的照片啊 都特别难看 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男姐哈 在网上比赛时候的照片啊 都是这个 她都这个样子的 对 我估计哈 她老公当时追她的时候 这个心情呢是非常的复杂 王楠 不打球行不行 不打球 你养我啊 戒 我养你我养你还不行吗 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其实我这次能来吐槽大会呢很开心 因为呢我跟张继科是好朋友 好兄弟啊 真的假的 塑料友谊啊 她是一个很自恋的人啊 那个经常在比赛里撕衣服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这个 每一次比赛之后呢 就是记者会采访嘛 就有记者问她说 杰哥杰哥哎那个 为什么老是在比赛里面撕衣服啊 杰哥就回答 这是我打球 又不是你打球 如果换成你 你可能连裤子都脱了 总提这些干嘛 能不能提点别的 把那记者吓得呀 赶紧提了提裤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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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还喜欢唱歌 大家都知道吧 之前上过那个跨界歌王 对不对 被人称为 被乒乓球耽误的 歌手 对吧 然后我们的科姐老师 上过经典泳流传 没听过 也没看过 跟我蒙面上下差不多嘛 但是被人称为 被围棋耽误的歌手 我就纳闷了 怎么那么多被耽误的歌手啊 当歌手很容易吗 你看我 唱了这么多年啊 发了那么多歌 被大家记住的还只是 车祸现场 我才是被耽误的歌手好不好 我的青春 我的前途 都被唱歌给耽误了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今天是季柯的主场 不是我的 当然还是非常高兴 能来到张继柯的这个吐槽大会 希望他等会上台的时候 能够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也能给我们带来像球场一样 这样一样精彩的表现 一定要说的比打的还要好 对 但是答应我 说完之后 只脱上一就行 谢谢大家 我是袁真杰